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中关系降至1979年建脚后的最低点 因此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也相当重要 虽然特朗普在任内是频频针对中国 但有评论分析 中国反而希望特朗普连任 这是为什么呢 评论分析出了三大原因 1.特朗普管制下的美国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 一日欧洲国家跌入了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间 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寻求战略阻力 然而这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许而久之欧洲国家在各种利益牵扯下 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意愿会越来越薄弱 而这一点恰恰对中国非常有利 2.特朗普上任以来就不断在国际舞台退群 他不仅带领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 还在全球新冠疫情高峰时期 声称不满世界卫生组织偏向中国 而宣布撤资退出世卫 分析认为这正好就为中国制造了突围的机会 在美国不太情愿担任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情况下 中国就有机会以全球化 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形象 崛起成为新领导者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疫苗外交政策 也无疑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三分析人认为特朗普的心直口快 让中国觉得可以更加直观的 把握美国的政策走向 相比拜登的深不可测 特朗普就显得更加单纯 只是追求美国优先 像商人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 因此只要让特朗普有钱赚 他会比拜登来得更加好把控 所以早在上届总统竞选的时候 中国就比较倾向特朗普当选 不过即使是特朗普成功连任 中国也要做好美国对华政策 可能会更加激进的准备 毕竟这位狂人总统 过去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实际上美国总统选举对中国来说 就好像是一盘猜不透的赌局 有人就说中美对抗 是系统性和历史性的 无论谁当选 中美交手都在所难免 你只是说中美国管理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